威尔还在雪林深处马不停蹄的赶路时 果然伯格松开了恶犬的近乎 当威尔反应过来却为时已晚 他赶紧过去保护自己的狗狗格斯 可还是被恶犬咬成了重伤 而恶人伯格却躲在角落里露出阴险的笑容 看着奄奄一息的格斯躺在地上 威尔的内心十分痛苦 怒气冲天的他从包里拿出手枪想为格斯报仇 但是一旁的格斯不断发出虚弱的悲鸣声 将威尔的理智拉了回来 救治狗狗才是现在最紧要的事情 威尔脑海里不断回想奈德交给他的经验 先把草药放到大火里熬干成一些膏药 之后涂在纱布上附在受伤的位置 疼得格斯直接叫了出来 威尔在这个时候也吹起了父亲长吹的口哨声 用来安慰疼痛的格斯 晚上回到休息站时 威尔一脚踹开了大火 来到餐厅直接给伯格一拳 像伯格这种恶人怎么可能吃亏 只见他掏出刀子准备反击 金斯利在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威尔已经成长了 简单地休息一夜后 威尔依旧是整装待发的准备继续赶 金斯利记者劝他再多睡一会儿 现在的他早已没有当出那股算计了 可威尔却夹着雪橇出发了 他伴着黑夜行走了几个小时 在这里他途经了一个小镇 所有人都敲锣打鼓为他加油 嘴里还喊着钢铁威尔的口号 原来他们都是从报纸上了解到威尔的英雄事迹 都被他的善良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打动 时间不允许他停留在这里 于是威尔继续踏上了旅途 这时人群中有两个小孩追了上来 他们告诉威尔 自己知道一条小路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可当看到所谓的小路就是结冰的河面时 威尔内心的恐慌让他停下了脚步 即使男孩跺着脚说冰面很结实 但是威尔还是不敢冒这个险 因为父亲的离世 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他们只能绕倒 妈妈